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击品飞车复仇这款游戏的使命攻略 我们继续福特野马叫车的逃顿赛 应该叫福特野马跑车 好,那么将这个任务呢是将这个人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目的地 上来就撞,上来就撞车 就在真实现实世界中,我驾照就拿不下来了 16公里 这么远 他给我一分钟 搞没搞错 哇靠 哇靠 这个还有戏吗 这位还有戏吗 好的,你穿过这个圆圈的时候 你的时间就会往上加 时间延长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差一点就出圈了 出圈的话还得往回到 所以大家必须得经过这个圈啊 必须得要经过那个圈 不经过那圈 你就挂掉了 我可以告诉你什么 你得问 你什么 我认为你不知道你是有什么就想听到的 哈哈,我知道一只花车里的池车里那里要找到的 只要你是现在打入敌人内部 这个乘客呢实际上是跟那个叫什么金拳会的人有关系 这个野马车现在撞成屎一样撞成了一坨屎 其实像对我来说处理这个迎面撞过来的车开过来的车 真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因为我不太喜欢马上急转 因为急转的话我肯定也会出事 还不如撞 另外跟大家说看这个赛车的视频的这个年轻人千万不要自己亲自去在现实生活中去这样开车 毕竟这是游戏 这样赛车的话可以去一些正规的赛道 现在还剩5公里 时间还是有负义的 哦那个车好险擦身而过 现在你会告诉我高科技车的高科技车吗 车车还在转动 我们看看那球的地方 哇哦 好险啊 差一点车就翻掉 在规定时间内抵达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时间比较充裕 现在不到一千米了 好抵达 好抵达 任务完成 这个还不错 变速箱13 还剩下两个任务 还剩下两个任务 就在附近 就在附近 他说他不知道谁是你 他就把他打扰了 好 来来 我来 我认为我找到房子里 在摄像的招式币 你还在想吗 可能 什么 收集人在在赛事宫中的猩猩 在赛事宫中的赛事宫中的鱼 这是一天的特别 你一个星人 应该就在这里 这个游戏依然是 在规定时间内抵达这几个地点 那么它抵达顺序 给大家看一下 先抵达是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离出发地比较近 然后看一下剩下的 来这里 比较来到这里 前几个地点 我认识 我认识他们在处理 是什么你需要 这是一开始 但是没有 继续在这些地点 走过了走过了走过了 下一个我们选择这里 这个呢是有点绕 然后再来这个 这是正确的顺序 也是最能节省你时间的路径 哇那咋喷悬啊 先开车感觉醉掉了 哎坏了坏了 开错了 搞没搞 这回浪费掉不少时间啊 这个怎么办 能不能抵达 500米 20秒 坏了坏了坏了 10秒钟 10秒钟 哇 10秒钟 我们先来这儿 然后再来这儿 10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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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秒钟 RA 1秒钟 20秒钟 一分钟 20秒钟 10秒钟 9秒钟 要变得来 10秒钟 到了 好 最後的地點 相當近了 現在還有40多秒的時間 這件非常充裕 賽事完成 像這類任務 如果你知道 開車的順序的話 到達順序 將對你非常有利 最後一個任務解鎖 我們先到加油站 快速移動過來 中間要站出來的話 你的車就完完全被修復了 中間要站出來的話 你的車就完完全被修復了 修復之後的野馬 確實非常漂亮 非常的具有肌肉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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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要把他 送达目的地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 那是你快速的吗,Kobashi? 那是个好开始 这是Kobashi,我上路了 你应该把车里放进去吗? 没了,那是因为我现在的生命中了 告诉我们,我让你们知道我现在的保护 不坏了,继续 哇,中间这有一个 蹲子没有看到 哇 快到了 快到了 有十几秒 我看到终点了 我认为我永远会这样做 是的,我正在这里 告诉房子,他们正确定移动 把包子移动到房子 是 看王不帝帝 看这个任务还没有完全的完成 请不吝点 我的卡组还好 我找到哪里的车车 你咋的那里 这是一订阅 是的 我不喜欢那订阅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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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 我们在这场 我认为 我认为 真的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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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倒是没有时间限制 快到了快到了 你哪儿呢 Kabashi给我们移动连接车到整个房子 什么 收拾人在台里附近的网坡台宾对付货本台 他... 是的 但是...你确定? 问题 所以告诉我一下房子 丑区 现在要在限定时间内抵达目的地 好多警车 翻车了 翻车还能起来 这样都没有挂掉 我说怎么一下颜色变了 这个车 现在处于报废阶段 小心这个车 它上面有 这个车上面还有一个黑桃 应该算是一个领头车 赶紧往后退 这个车上有闪电标志的警车 靠你太近 离你在你旁边时间太长 因为那个车 哇 干掉一辆 因为那个上面有闪电标志 这个车 会把你给把你车弄熄火 好 干掉了一辆请车 好 太解气了 滚开 好 我又撞到肝脏了 我以为这个肝脏可以撞 可以撞断了 就不是那种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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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这个肝脏可以 撞掉 两肝脏长得很像 哈哈 超尖弱 好难摆脱掉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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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坦克吗 这个车是坦克吗 为什么警车开的比我还快 为什么警车的车比我还好 这个我开这车应该是专业改装车啊 我干掉一辆 宝马 X6 什么时候才能到头 还有四公里 搞什么搞 这么远 这个逃顿 这个逃顿 这个逃顿的任务 这个逃顿的任务 确实是比较 越来越难啊 这些任务只能是越来越难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逃顿结束之后还有一个飘移的 哇靠 我感觉我现在是醉驾 其实我没有喝酒 感觉逃顿的这个比赛 我又毁掉一辆 我毁掉这么多辆也没有见这个警车减少啊 我这是去哪了 哇 深夜开车视线不太好 哦 我靠 我靠 不会吧 哇 好紧张好紧张 千万不要在最后关头 重新再玩这个任务 好 然后这些警车 改装都改装的很棒 技能一点都不比我的野马刺啊 哦 开过了开过了 开过了 这些车好像感觉像那种后窗我都碎掉了 拜拜 我刚才看到那个警车过来了 哈哈 成功逃脱 哇 真是有惊无险 在后半段 在最后的时候差点被警察抓住 抓住 我抓住的话 我这个任务就要重新来 那将会是非常非常郁闷 宝马M4 解锁 宝马M5 哇 这个车吧 奔驰GT AMG 哇 我这个车现在感觉就好像 从这个报废场出来一样 还能开吗 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 再进行这个最后一个漂移的任务